44岁的何正宇最近有一部新剧《苏岭南》高调开播 剧中汇集黄正明和张震等影帝级别的大佬 据悉这部作品耗资高达1.76亿人民币 却改变不了扑街的结局 这是何正宇自去年爆出非法使用麻醉药事件之后回归的首部作品 却反响一般 让人有一种千面影帝遭遇事业生活滑铁炉的感觉 但更为令人惊呆的是 除了他本人身陷丑闻之外 其父演员金融健的桃色新闻也一度让人消化不良 审巴之下 何正宇一家子的负面新闻简直可以撑起一部狗血大戏 何正宇于1978年出生于首尔 原名金盛勋 父亲金融健 弟弟金英勋都是演员 金融健早年是通过韩国公共电视台的演员招募而出道的 虽然年轻时没有大火 但是一直以来都在各种韩剧中做配角 也算脸熟型演员 被外界称为会长专业户 何正宇的弟弟金英勋比他小两岁 后来以一名车贤雨出道 演了几年电视剧也一直不温不火 2014年 他宣布了与女星黄宝拉的恋情 女方曾经出演过何正宇指导的电影《许三观卖血迹》 今年7月 黄宝拉和车贤雨宣布将于年底结婚 在这样的家庭中长大的何正宇自小便有了做演员的决心 因为家境优渥 他还曾到国外学习电影相关的课程 但是忽然遇到母亲经商失败 赔光了家底 父母因此选择离婚 何正宇也受到了影响 无奈之下回国学习 期间还在外边的表演班挣钱 勤工俭学 据说 那时为了度过家中的经济危机 父亲金融剑每天都要做四五份工作 并用了七年时间才还清了所有债务 每天金融剑出门工作时 家中的家务和琐事就落在了年长的何正宇肩上 多年之后回忆起来 他说当时才看清了现实 也明白了自己有多么普通 出道之前 何正宇给自己取了两个艺名 郑泰成和何正宇 并且拿着他们去找父亲 最终金融剑选择了后者 后来何正宇揭秘 之所以选择用艺名出道 就是不希望靠父亲的名气做演员 因为长相不算优秀 何正宇在出道之前做了多年的准备 一直以来都在打酱油 直到2002年 他才因为拍摄电影《认真生活》而被观众知晓 次年并凭借《惊悚》片《不可饶恕》 获得了韩国电影评论协会男子新人奖 不过何正宇真正被观众认识 是因为出演了金基德指导的文艺片《欲望的荒容》 很快 不少剧本分支打来 他又慧眼石珠般地选中了《追击者》 在这部作品中 何正宇将一个性无能的杀人狂魔诠释得淋淋尽致 自此 他也走上了千面影帝之路 也是这一年 何正宇经过演员金基石的介绍 结识了女模特具恩爱 当时 他还曾表示非常认真对待这段感情 并且还计划着与女方步入婚姻的殿堂 不过到了2012年 他们忽然传出分手的消息 理由是艺人分手常用的剧少离多 还有知情人爆料 何正宇分手后用了一个月的时间 才平息悲伤的情绪 但事实上 这之后何正宇的绯闻并不少 在和《巨恩爱》相恋的四年中 何正宇又先后拍摄了《黄海 柏林》和《恐怖直播》等作品 用过硬的演技挤入韩国国宝级男星的行列 2011年 何正宇与孔孝珍因为拍摄恋爱小说 《五七七计划》等作品传出绯闻 当时的孔孝珍也刚刚结束了与前任男友柳成范 持续了十年的感情 面对大众的质疑 女方在《五七七计划》的新闻发布会上回应了此事 并表示 与何正宇之间只是普通朋友 还夸他非常细心 是个很好的人 随后 何正宇又在《柏林》和《暗杀》两部电影中 与女星全志贤有过良好的合作 诸多影迷入戏太深 甚至一度希望他们可以在现实生活中擦出火花 成为情侣 不过 当时的全志贤早已与韩服设计师李英希的外孙 时尚设计师李真宇之子崔俊贺举办了婚礼 在宣传电影暗杀时 他还宣布怀孕了 而也许是为了宣传作品 总是沉默寡言的何正宇 忽然在节目上告白全志贤 还称她是自己心中的女神 并且表示自己真的爱过她 不过这句话随着电影的热度过去也就烟消云散了 那之后的何正宇再也没有传出感情方面的动态 但是在演技方面仍旧可以是风神的存在 2015年之后 他又陆续拿出了《小姐》《隧道》等作品 尤其是隧道中 他一个人挑战在密闭空间 唱足了独角戏 以一己之力完成了出色的表演 近几年 何正宇也不算高产 但是每年拿出的作品还算有质量保证 就在大家以为千面影帝会一直这样扎实稳健地走下去时 他却忽然陷入了吸毒事件之中 2020年 何正宇忽然被还没爆出 在首尔江南的一家整形医院 以弟弟车贤宇的名义多次购买一种违京药物 当时还有媒体报道称 他曾经多次与财阀高层一起吸毒 推测的总数多达十多次 甚至还有医院的工作人员爆料称 他因为注射的次数过多而产生了耐药性 对此 何正宇方面给出的解释 是为了治疗身上的疤痕才去的医院 并且当时只是在院长的判断下实行了睡眠麻醉 但事实上 在法庭上 其律师亲口又承认 他在非医疗需要的情况下注射了药物 可谓现场打脸 最终 检方已触罚他一千万韩元罚金疗失 而就在这件事妥善解决前一个月 其父金融健也被爆出桃色新闻 并且还以75岁高龄 再度为何正宇生下了一个亲弟弟 此事还因为金融健逼迫女友打胎 而被告上了法庭 令人大跌眼镜 金融健前几年曾在Dr.一乡人 Kill Me Hear Me等热播韩剧中 饰演总统父亲或爷爷的角色 因此被挂上会长专业户的标签 他还曾经参与花样爷爷 我独自生活等综艺节目 并且被其他小辈演员成为教父 足见在韩国娱乐圈中的地位之高 不过2020年8月金融健忽然被一位自称为A某的女士爆料 称自己一直是他的秘密情人 两人初次相遇是在2008年 当时A某才24岁 而金融健比他大了39岁之多 在某电视剧中的派对上 他们相识后便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直到2020年3月 A某发现自己怀孕 便去找金融健商量 没想到他二话不说 便反对孩子的出生 理由是自己76岁了 没有办法照顾 但是A某却坚持生下孩子 所以双方的大战一触即发 直到女方将事业捅了出来 还以强迫堕胎位随罪起诉了金融健 面对舆论掀起的鲜然大波 金融健出面回应称一切都是误会 但A某却选择硬刚 并爆出了更多南方的黑料 当时A某还表示 金融健的声明中 有诸多余事实不符的地方 甚至还对自己实施了暴行 就在这件事陷入胶着状态时 两人却以迅速和解的方案 上演了一个大反转结局 在A某控诉对方的10天后 两人便在某处私会 以金融健道歉为主要的方式 是和解了 当时律师出面回应 称A某并没有奢望什么特别的东西 只希望能说一句温暖的话罢了 双方通过真诚的对话消除了误会 而这件事的发生 也直接导致何正宇身上 也被蒙上了一层忧郁的气质 还有人拔出父子俩 在几年前上节目时的一段对话 当时何正宇给父亲推荐了一部 叫做《寂寞拍卖师》的电影 这部电影讲述的就是一个 70多岁的大叔和20多岁的年轻人相爱的故事 后来还有人分析 可能是何正宇当时就知道父亲的私生活比较混乱 还在节目中内涵金融健 其实早年 他就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自己与父亲之间的交往就是亲切而疏离的 年轻时有做演员的梦想 也只能和母亲倾诉 经历了父亲和自己接连丑闻的爆发 签面引蒂何正宇在观众眼中的滤镜逐渐破碎 近几年大家就可以发现 自从隧道之后 何正宇拿出的作品反响都一般 白头衫 衣橱等评分不高 最近的一座奖杯 也是2013年的白响艺术大赏 2020年 韩梅曾经报道过程 她本来要计划拍摄三部作品 但是均因各种原因停滞了 如今她终于凭借苏里南回归 又落得个扑街的下场 接下来 已经44岁的签面影帝该何去何从呢 或许找个温柔的女性 组建家庭才是硬道理啊